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炸成两截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自己内部爆炸的可能性偏大 因为其实原来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舰艇自己内部的电药库爆炸 迅速就变成两截就沉下去了 而且沉得很快 咱们看他们早期还没有经过公关包装的舰长 有过一段路线出来说 说我听着蹦的一声 往后我吓醒了 然后五分钟之后 他的一个士兵用铁锤把门砸开 他出去看到那个船尾已经没了 就这么快的下沉 可能还真不是说鱼雷 你比如说咱们原来在福建前线打过 国民党张江建门号 两颗533鱼雷 打的那个也就是1000来吨 也差不多的一件 沉得半天才沉下去 得折腾半天 就是说如果说外部的爆炸物 对他进行爆炸的话 那得很长时间 就是他几半是打漏了 水灌进来 让他沉下去 这个得有一段时间 但是这次韩国对外表态 一日三改口 一会说鱼雷 一会说什么水雷 一会好像也有点暗示朝鲜那边 有什么动静 但是又不敢 明说一会是内部 咱们听到了四种 一种是美韩联合演习的时候 用火炮把自己的船给炸成了 那摆了乌龙球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你要用炮就轰了一个1000吨的船 你放心 没一天半天你打不成的 你的所有的弹道点 那个水平面一下 那想把这船打成是非常难的 那么另外就是说 韩国朝鲜方面派了个 像潜艇之类的发射了一个鱼雷 但是如果这个版本是真的 那韩国方面怎么办 你马上得报复 你开战还是不开战 人家派了一艘船艇 把你的军舰都给打成了 你说你不报复 这是不可能的 那你又不可能报复 所以现在 因为现在第一 绝对不会是朝鲜干的 朝鲜也不会说 我这个时候跟你一艘船没难干什么 第二就是 韩国这个时候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跟朝鲜开战肯定是全面战争 他有打得赢的把握吗 对啊 毕竟他这个两万美元的国家 就是人均两万美元的国家 和一个人均可能 没法统计的国家 去打这个仗 现在都在聊了 说是别看人朝鲜 可能武器稍微落后一点 可是人家那个火炮 你的问题是你的首都 离三八线太近了 朝鲜那边据说是 说一天之内 能把这个首尔 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所以现在所有 说是朝鲜 现在发射的武器装备 去打坏的船 韩国这个船 全部都是反对党的声音 和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民间媒体的一些声音 那么来自韩军方面的 他肯定不会这么说 因为你这样说的话 你自己怎么办 现在韩国民间可炸了窝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首先是家属不干了 这舰长叫崔元一 说你有脸跑回来 你怎么死 你也得救我们的孩子 怎么你跑回来了 这就涉及到一军舰伦理的问题 舰长要一见同臣 你知道这家属不干了 到现在说四十六人失踪 估计是活不了了 还说在密闭的舱里面 只要他们关上门 能待六十九个小时 沉到水里 对 因为他一旦 比如说别的地方漏水 不一定是密闭的 只要是漏水了 进去以后 他这个舱里有空气 当这个水上上上 把这个空气挤到一块的时候 这个含话叫做 就是气垫 有过就能形成一个气垫 那么人呢 如果浮在这个水上 就在这个气垫 这个层面上是能活的 活一阵子 把氧气吸完了 然后就完了 咱们原来过去 打捞沉船的时候 也有这种情况 然后怎么办呢 一开始不好 把他们捞上来 怕一动 他们再死了 那么先用救生船 给他们把氧气 往这个气垫里灌氧气 有个管子 不断灌 但是现在的进程 是他先摸摸 里边到底哪个舱里 有这个气垫 有几个人在这趴着 现在是要找这个事 找不着 还会死了一个潜水员 对 其实按理论上计算 如果还有这些气垫 氧气可能没了 因为你六十多个小时 没往里灌氧气了 你像我们过去 原来青岛港 有过一次 一个船潜进去了 也是撞了 有一个潜艇 咱们的潜艇 跟巴达马一个船 崩 撞上去了 撞上去 有一个舱里 搭了几个木板子 有一个人在里边 就在这个气垫里活着 不好捞的时候 上面就给那个氧气 往里边输氧 输氧 他就在一会儿还说 我那个感冒了 给送点药下来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的 家属在外边闹 里边就必须得先找出来 就那些人不能接受 我的儿子死了 就刚才海林说的 人均两万美元 GDP的国家 又都是独生子女 宝贝儿子 你说咋办 没错 所以这个崔舰长 记者都在会 对不起 我活着回来了 对 这个军舰上有这一说吗 舰长你不能活着 对 舰长是最后一个离舰人 对 这不是军舰 商舰也一样 商舰时代就有这规矩 就是说船长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 商舰时代就这样 我们是说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军队招新兵 说看好你的被俘和武器装备 如果是丢了的话 就从你津贴里扣 然后马上就一个新兵站起来说 报告那个长官 我知道为什么舰长要与舰同臣了 你肯定赔不起 但是宋老师 照你这讲法 这个人均两万美元的国家 对 没法打仗 反正 总之韩国这一次的表现 我觉得给金正日 或者给朝鲜方面 从军事的这个信息 其实双方一直在进行战争 我说的战争是信息战 就是你的所有表现和我的所有表现 都变成一种信息传达到对方的意志上 这是心理战 心理战 就是心理战 如果你这么哭哭闹闹 就是46人找不着的话 那朝鲜这边的军队会怎么想 藐视你们 对 英勇善战 对吧 好家伙 你想想 你要说搁着别的地 那你说随便开玩笑 就是说比如说 现在爆煤去打仗 给套房 比如房价测高的地 说肯定就有人报名 对不对 对 确实 所以他们现在就网上就在比较 说从这事看起来 朝鲜要跟韩国打的话 你这韩国是不是个儿 问题是60年前也是这样 对 对 说现在说朝鲜 朝鲜什么特种部队搞这种战略 说是里有18万人 说这帮特种部队每天训练 23公斤沙袋负重 一小时徒步10公里 而且整天练飞刀的 对 这个说18万特种部队这个事是有比较悬的 其实人家是18万辅助部队 对 不过这个理解的问题 朝鲜你要真有18万特种部队 你正规近的有多少 这不可能的吗 但问题在于说韩国军队现在确实处于这种一种状态 就是他高度的依赖于他的技术 他极大的强调于战争中的这种零伤亡 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低劣的武装冲突是可能的 或者你打一个就是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敌人 这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对付对付海盗啊 对付对付这个劫匪啊 这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是对付一个上百万级的这个武装部队 这就不可能 那那种情况下你的这个社会公众承受能力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就现在这一艘沉船就已经闹成这样 对 但是你说我觉得他们这个作战思路是不是跟美军那来的 但问题是美军并不是觉得说就自己一个人都不能死的 不对啊 对 美军是能够承受战斗战斗伤亡的 而且美军是勇于承受战斗伤亡的 虽然我们老说美国民怕死怕死 但你要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会注意到在最近的几次美国参与的不对称作战当中 美国对伤亡的承受能力并不低啊 对 你说美国国民吗 对 美国公众是能够承受一场这个一定伤亡的战争 只不过他不能承受太高而已 对 现在问题是韩国这个表现是一个都不行 那这个问题就是有本质的差别了 不是他问题他还不是能理解成作战牺牲啊 他不是打仗啊 他现在闹不清怎么回事是出事故 我们也理解啊 就是说韩国家属觉得说韩国军方目前的这种应对确实是比较缓慢 而且也没有能够迅速的给这个家属以出面澄清很多这个疑云 但是有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就有一些这个问题你是不可能的第一时间内澄清的 那么比如说现在说有没有生还者 还有一个就是说韩国军队为什么不派潜水人下去 这种就有一点点其实在这个我们能理解的一种心理啊 他很高级因为毕竟有家人在里边 但在技术上来说或者说在常识上来说 那么这样的要求并不是特别有道理 那么急急急死这个潜水员嘛 现在最大的一个疑点 其实引发韩国国内一次政治风暴都有可能 就是把这船捞上来 到底这个钢板炸的是望里卷还是望外 还是望外 这是什么分别 就是你比如说鱼雷或者水雷在外部去打这个船 去撞这个船也好 打这个船也好 钢板都是望里卷的 对从外面打进来 对你比如说鱼雷 因为他先撞一下 先撞把这个钢板撞凹了 然后再装进去 它是钢板是望里卷的 那么那个水雷也是一样 还有一种呢 就是水雷是离开这个 在有一定距离 把你这个船折断了 其实99年的时候做过一次试验 那个澳大利亚一艘27年的2700吨的一艘军舰 护卫舰用用这个450公斤的鱼雷 美国的马克48在它正底下 就这个船的正底下 龙骨这有一段距离占 然后靠这个水压把它龙骨摆短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 当然也无所谓 是不是朝鲜的水雷 咱另说 总之反正你那是望里卷还是望外卷 如果是望外卷 就是你自己内部占 这个一向内部占 你说这46 就是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机械故障 导致这个弹药库爆炸 然后造成军舰的这个折断倾覆 但这种可能性就是现代军舰 因为它水密舱做的都非常好的 而且就是说现代军舰火炮的这个主炮式和弹药舱距离的很远 它就为了防止这种 就是损管不力导致这种刺沉灾 而且它都有温度计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人为破坏 那如果是人为破坏的话 这个问题对于韩军来说 这个严重程度就是不该想象的 动游军心了 韩国都会成为一个政治 最大的政治事件 但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出路 就是因为还要几天时间才能知道 那么就是最终把它定性为一个 由于战争遗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导致了军舰的意外伤害的可能性 最大 韩国的危机公关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咱说要真像你们说的 是严重怀疑是他内部掉链的了 对 什么破坏 或者说是自己故障 对 那要真是这样 他对外敢说吗 对外我觉得首先不敢说 一个是他国内的问题 其实原来我们说过 韩国军队的历史 我记得也是在前头三人行 他本身这个军队来路不正 因为他当时这个 米前晚的 对 美国人这个24 这个师去解放的韩国 就是进入韩国的时候 是为了跟苏联中国打冷战 把招了很多的这个 日美的警察 日美警察和军官 对 日美警察和军官 那么卢武炫这些 然后他们还镇压 那个左派的学生 包括卢武炫 这些光州事件 然后这些人就总要清算 韩国的军队 从根上 你像条正西 就是关东军的军官 日本 在日本关东军 在条正西 对 就是很多韩国的军队的起家 很多军官 专业技术人员 是在日本军队里服役的 因为日本的这个 二十世纪初就占领了日本 不占领了朝鲜 对 对吧 很多人是跟着日本军队 到四处乱打 对吧 那你本来你是殖民者 你帮着殖民者 你又回来当军人 对吧 所以说韩国内部 他有一些问题 这个军队 军队内部问题很大 后来这些年轻的这一派 金大中啊 什么什么 鲁武炫啊 这些左翼学生运动 出来这批人 实际上是想清算这个军队的 那么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如果这个事儿 再说是军队撒谎啊 什么这些事儿 国内就有问题 问题会很大 所以这个也就说明为什么 就是说像韩国这样存在南北 激烈对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韩国的青年却不愿意去当兵 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面临着一个 就是说一奶同胞 但是是上百万武装力量的威胁的话 这种自然的心理反应该是 你很愿意去保家卫国才对 但实际上韩国却是一个普遍兵一致的国家 就是强阔年轻人必须得去当兵 那如果你是募兵制的话你可能就募不到兵 就因为这支军队的来历有颇为可疑 这是为什么朝鲜战争的时候 朝鲜人民军看南朝鲜的军队 是把它称之为伪军的 那么不是说不单是不承认李承晚政权 也是不承认你这个军队呈建制的来历 因为当年都不过是日伪军队中的这些武装力量的残余人员 本来这个德行上是有一点点问题 政治合法性上有问题 不足的 所以打起来就一触即溃 要给美军帮忙 这样朝鲜打了海边去 第二个一个问题 一旦这个事查出来确实是韩国自己弄的 那说实在的 金正恩不用再做核实验了 你等于送给人家精神原子弹嘛 对吧 你们自己先挂掉链子了 对对对 朝鲜大军更有了必胜的信心 对你给人家精神原子弹 本来人家就靠精神承承 所以这个事件最终很可能的结果 就是说把它推到一个五十多年前 但现在还没失效的水雷身上 对 但你刚才又说水雷 我还听见有说法说触礁 对 这都没可能吗 不可能 就是触礁不可能沉这么快 因为这个舰艇啊 它为了防沉 专门有个叫抗沉性舰艇 它里面都分着很多小格子 叫水密舱 那么一般像这一千多吨的舰艇的 它叫两舱制 就是两个水密舱 同时进水 它不至于沉 那如果刚发现进水了之后 舰上很多地方都挂着很多堵漏的杠子 什么的 有些器材 而且平时训练就这东西 马上就报警 马上就来堵 这个从舰长来看 肯定是来不及了 因为这是水兵最常用的一个 就是训练 一个常识 对吧 就是一旦触礁啊 或者被人打漏了 赶紧堵 赶紧或者这个堵不了 我把它封上 对 封上对吧 然后再排水啊什么的 这个是绝对的 另外刚才海林说的五十多年的水雷呢 当时确实朝鲜呢 是在西海岸布了一些雷 因为西海岸安着平壤计 人川不是在西岸登了路 朝鲜害怕 就是怕美国兵再去打到平壤 于是呢布了一些雷 派小船布了三千多枚水雷 那么这些水雷呢 一个是毛雷 一个是叫陈底雷 什么是毛雷呢 毛雷是一个链子挂着 悬在那 就是正好你船过去碰上 有个毛的 对对毛就固定在这个航道上 对对对 第二是陈底雷 陈底雷呢 它有个感应器就是水 你船一过不是水压变了吗 他就炸 现在还有磁场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高级啊 就是水压 那么这些雷呢 毛雷的这个战斗有效期是一到两年 因为他的腐蚀啊 岩度啊什么 陈底雷是一到一年半 战斗有效期 他陈底雷是要靠电池 电池没电了 他不像现在咱手机有锂电池 是吧 弄一大手机电池搁着 弄它五六年 都管用 不行啊 走过去了 对 但是也不排除说 这反正它虽然隐性坏了 但是它是一大头的炸药啊 心目中 做 到底是这也不排除 像你们刚才讲 你们要猜测一下 什么就内部破坏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我 我个人更愿意相信 最终的报告会 会是一个水雷啊 我们先说 我们先说我们 最可能的报告 我们最后读到的 会是这样一个 但是如果是内部破坏的话 那你直接不用去破坏水米舱 你直接去破坏弹药舱就完了 因为弹药舱的所有防爆设计 都是在这个军舰的甲板外面的 它是要防止外面的炮火来攻击的 它并不会去设计 它如何在内部防止被破坏 因为你的一个基本常识 就是咱们是一见的同胞 我们不能说 我在这个里面 我还层层的 这个加各种各样的 这个安检设备 那样的话 打仗的时候 你怎么取弹药 所以就是说 里面一定是越简单越好 那你这个越简单越好 就给了他 就是如果真有一个人 要下手的话 这个事就越容易 而且这个韩国人的性格 咱也知道 他有些事想不开了 这么冲动的事 对 你当年在这个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一开始还怀疑是咱们中国人 就那小伙拿着枪 韩国什么赵承熙 准备了好长时间 各种各样的枪弹药 后来突突突突打了一通 对对对 就是他确实 包括他这个明星啊 什么自杀好像挺多 总统也自杀 没错 总统也自杀 明星也自杀 好像一想不开 内心当中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民族认同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我倒是觉得 比如说韩国的整容业 这个很发达 好像很多人不太觉得 自己长那样不行似的 是吧 一般整容也往欧化 对 女的一般都是高鼻梁深眼窝 就往欧洲那边整 那不像日本 日本有的还是往东方美人那长 对吧 韩国是这样 然后他信基督教的人比较多 你还记得那一年到阿富汗 对 那有几个 连基督教老 我们也有过一期 韩国人质的问题 还记得当时那位国庆院的院长 给自己脸上贴金 也很极端 对对对对 到阿富汗传教去 人家基督教老 根本都没敢到阿富汗传教去 韩国人敢去 确实胆大 我跟你讲 这个不好说 这个事 但是我打一闲杠 就是你好比说 你们刚才说日本 日本这个民族 这个海岸自卫队什么 他要打起来 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也不招兵 他也招不来兵 连美女都去了做广告 那也还是招不到 招不满兵的 对 我们在看另外一国 周边关于军力评估的时候 有一条我们没法评 就是他的这个部队 对军事行动的 投入的心理接触程度 对 有多高 日本人均四万了 这更麻烦 四万GDP 宅男就是从他们那出来的 现在都正在 因为孩子呀 就是说在一个特别好的环境上 长大之后 他对任何事情都认为 想象的很美好 结果一进入社会 这些所有的丑陋 他都接受不了 对吧 我看你们上一期聊 那个女明星什么的 为什么要说骗自己离婚 就没结婚呢 对对对 因为粉丝们的需求 就有一点 不愿意长大 我看着你没长大 我就认为我没长大 哎哎 你现在有意思 对对对 就是宅男的 他没法出去 其实我跟你讲啊 真正就是比日本也解决的房子 人均现在住房是四十五十平米 人家成熟化率那么高 那么点地儿 你像你 就是比如说没解决房子 这样 那就招兵好招 说打仗 给他房子 没错 咱们的乙族 是吧 双方一连 没上房子 大干 因此的战斗 那得排号 没错 咬号 没错 咱们你想有时候抗拆迁 那都能一死 像天的 这样是讲到房子打仗 这样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朝韩关系啊 中国现在在里边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们的态度还是很清楚的 我们是不希望双方有太多的这种争端的 能够让他去坐下来解决问题 但问题是这对兄弟他坐下来谈往往火气太大 你没有别的周边的那些国家来握拳 他们自己去谈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种很平静的心态 因为双方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是南边和北边都要一个 我才具有半岛这个南北双方的唯一的合法性 那么北边来说就是我历史上很光荣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日本人妥协过 那么南边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是个民主国家 我不云 对我们也有钱 对 所以这两个事件是谈不拢的 就是一个谈根正 一个谈是我现在描青 对 问题没法谈 但是朝鲜现在也确实也开始要享富 我们最近说要来什么 找咱们这来新增 跟咱们合作 对 他已经租给咱们一个码头 其实朝鲜原来是北攻南农 就日本殖民之后 北边比南边要发达 因为他北边工业 中工业更好一些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当时苏联人援助他的二八维尼轮厂 生产的布料和尼龙袜子 在北京还发票了 朝鲜的 还有朝鲜烟 朝鲜现在呢 他有改革开放的准备 一看那边反正四六五人就这样了 算了 你看茂山铁矿 亚洲最大铁矿 有可能租给我们的吉林的通缸 你看这个通缸吗 现在铁矿是好 长一长这么多 咱出朝鲜挖去 是吧 然后把咱们东北经济就带起来 朝鲜也受给了 冰箱采电洗衣机 包括咱出口那些服装给他们 对吧 咱换点铁矿呗 对 但是能不能作为咱们跟美国抗航的法码呢 这个可能性当然是肯定的了 全力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